万圣节结束以后家里多余的南瓜该怎么利用呢 今天教大家用南瓜做一个小盆景和一个非常健康的甜点 首先要挑一个比较均匀匀称的南瓜 大小适中 然后呢就开始把南瓜的肉给挖掉 先把南瓜打开 打开以后挖出来的肉一块一块的可以放在碗里备用 南瓜里面的肉全部挖掉以后 再把里面的碎小的东西再整理一下 挖挖干净 然后就把我们事先挑好的多肉植物 一颗一颗的从盆里拿出来 放到南瓜里面去 全部放完以后再给它妈妈整齐 踏踏 一个漂亮的南瓜盆景就做完了 之前挖出来的南瓜肉 我们现在加水 放在锅里 在火上煮一下 然后等到它慢慢煮开 等南瓜煮软了以后 加上蜂蜜和桂花 这样就是一碗美味的健康的南瓜汤 在冬天喝的话非常的暖心 满味 你有什么好的可以分享的做南瓜的Recipe吗 你也可以在留言下面和我们分享